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学习当中 走到非常多的路 那么我们今天来到一个新的主题 过去我们跟大家来谈的 就是启示论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神 是那位说话的神 是那位启示的神 我们跟大家谈到的 不但是一般启示 也谈到这个特别启示 我们也不但 谈到这个启示论 同时也谈到神论 我们跟大家提到 我们的神是那位三一真神 那么他照我们的时候 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照我们 那么我们看到说 我们也不只谈到神论的部分 也谈到这个人论的这个部分 那人本身 就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 当神照他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形象样式给了人 那么同时也跟大家谈到罪论 谈到人的堕落 谈到原罪的这个问题 谈到人本身 是或是一个合成的事实 他是灵魂体的合成 还是一个比较整全的 对人的一个看法 谈完这个罪论之后 我们看到 我们跟大家来思考 就是基督论的这一个部分 谈到基督耶稣的全然的神性 基督耶稣的全然的人性 那么这个都是在基督的 这个范围当中里面 跟大家来学习 同样的也跟大家提到 就是基督耶稣本身 不但有神性人性 他有两个性 这两个性同时是 会合在一个位格里面 基督耶稣本身没有两个位格 他只有一个位格 那么如果把它了解成为 两个位格的话 那个就是一个错误的 这个基督论 那么不但这样子 跟大家也谈到 这个救恩论 谈到神的永恒的计划 谈到基耶稣 他落实 神的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 那么同时在这个 救恩计划当中里面 我们跟大家谈到 非常丰富的 这个信仰的这个教导 谈到人的 从生人的归正 谈到这个诚意的这个重要性 谈到这个成圣的部分 也谈到圣徒的这个奸能 那么谈完这个 这个所谓的救恩论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 进入这个教会论 谈到教会的 教会是什么 教会的这个不同的 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 对教会的理解 教会的隐喻的教导 同时看到说 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么 那么这个也是在 教会当中里面 跟大家思考的这个部分 谈到教会论的时候 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就是 教会的这个什么 这个跟天国的这个关系 到底天国跟教会的关系 如何被理解 不但谈到 教会跟天国的关系 同时我们跟大家谈到 教会的圣礼 谈到教会的洗礼 教会的圣餐 这两大主要的圣礼 那谈完这些之后 我们也跟大家谈到 教会的治理的这个部分 也谈到教会的两大 权柄 不但有这个开门 关门的权柄 传福音的这个权柄 同时也有惩戒 这个罪人 惩戒 这个信徒的这个权柄 那这个是我们 在过去的这个 这个分享当中里面 谈到这几个 重要的神学的这个教导 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 进入一个完全新的一个主题 就是谈到圣灵论的 这个部分 那么谈到圣灵论的时候 我想我们还是 要从神的话语 做我们的一个开始 做我们的一个开场白 那么在 使徒习传的第十九章的 第一节到第二节 在经文的脉络里面就说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 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说的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有位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那么这看到说 其实是当时候 两千年前的教会的一个处境 他们当时候没有听见 圣灵赐下来 那今天从某个角度来看的话 有的教会本身 对圣灵的认识是 非常不足的 甚至于不太了解圣灵 那么在我们的传统的 这个神学的教导当中里面 其实圣灵本身基本上是那位被遗忘的这个宝会师 那么圣灵本身是那位我们神学里面的那个灰姑娘 很多时候我们大概在祝福的时候 是丰父子灵来为弟兄姐妹来祝福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多的了解圣父跟圣子 比较少了解到这个圣灵的部分 难道我们对圣灵的部分的这个 比较不了解或者是比较少去受教导 那么看到说其实就会 让我们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跟我们所信的有矛盾 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而不是二位一体的神 那么在这边我就跟大家来提到 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新约学者 叫做Gordon Fee Gordon Fee本身就特别指导 指向这个问题 在他的书的里面 那本书叫做认识保罗的圣灵观的 第62页里面他就说 许多基督徒的教义其实是两位一体论 而非三位一体论 他们觉得圣灵只是灰色模糊一片 他们的信仰宣告是我相信圣父 我相信圣子耶稣基督 但我怀疑圣灵 同样的这个Gordon Fee本身 在另外一处的地方又说到 关于这个教会当中里面的那个 其实可以说蛮普遍的问题 对圣灵的不解 那在这边的第61页的地方 Gordon Fee本身又说 教会不断将圣灵看成是 信经和教义 根本未将圣灵看作 信徒生命中不能缺少的 却是可以实际经历的那一位 那这个是Gordon Fee这位学者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了解 那他其实指向教会今天的这个问题 不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三一论的这个信仰 很多时候我们信仰 因为复利的圣灵就导致于我们信仰变成的就是二位一体的信仰 对圣灵的理解完全是模糊一片 不但这样子在他的刚才所读到的那一段话里面 很多时候把圣灵看作是一个信经一个教义 跟我们没有太多的关系 但是圣灵本身跟我们信徒的关系是极重要的 那么跟我们的天天的生活是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就是非常可惜 在某些的教会圈子当中里面 其实有些信徒们对圣灵有一个正确完整的理解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学习当中里面 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来了解这个圣灵 认识这位圣灵 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那位中的那位第三位圣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 到底圣灵是谁 到底他的工作是什么 所以我们不但会谈到圣灵的位格 同时也谈到圣灵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他到圣灵这个位格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了解 圣灵上本身一谈到圣灵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看到说 其实指向圣灵是有位格的那位圣灵 那圣灵本身不纯粹只是一个能量 或一个能力 但是他是有位格的那位圣灵 那么在这边我们跟大家稍微来看一下 圣灵上本身对圣灵的位格本身 有多种经文本身来支持 来思考对圣灵位格的这个了解 所以圣灵本身在新约里面 在声音上被提起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什么一个物件 但是他是那位神的灵 那么所以因此 我们在这边就跟大家来看几处经文 这个经文当中里面 特别从经文当中里面来学习 了解圣灵的位格 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十七节 就是说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那这个经文本身 出现在约翰福音的一段 非常重要的经文当中里面 在经文当中里面 约翰本身谈蛮多 关于圣灵的这个工作 圣灵的位格 这一提到说 圣灵是那个真理的圣灵 那么他是那位 有位格的真理的圣灵 那特别提到就是 你们却不认识他 因为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他里面 那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的 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 我们也看到说 也提到这位圣灵 是那位宝慧师 宝慧师 那么就是复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这个约翰福音 十四章的第二十六节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教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那刚才我们所读的 约翰福音 十四章的第十七节 很明显的 这个经文里面提到 这个圣灵是那位 有位格的那位圣灵 这次让我再读一次 指向那个重点 那这里特别提到说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这里提到 那么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也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边提到那个他 很明显 这个他本身 他其实是在描述 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本身 我们知道说 其实是那个 有位格的这个圣灵 那么在这边 圣经中提到圣灵的时候 是称他 那个他 是有位格的他 而不是那个 物件的那个他 那么 这个是 这里要跟大家 特别指向的 弄清楚的这个部分 在约翰福音的 十四章第26节 也出现这样的一个教导 就是提到圣灵 是有位格的 怎么看得出来呢 因为他是那位宝慧师 不太可能称一个力量 一个能量为宝慧师 那么这个宝慧师是 赴因我的名所要 拆来的圣灵 不但这样子 也看到说 在约翰福音的 十五章的26节 也提到圣灵的位格 但我要从赴那里 拆宝慧师来 就是赴 就是从赴出来 真理的圣灵 他来的 就要为我做见证 那提到圣灵师那位 他 圣灵师那位宝慧师 从这些的用词来看的话 明显圣灵是有位格的 再跟大家来参阅 另外一支均文 就是约翰福音的16章 这边的第八节 和这边的13 14节 第八节的约翰福音16章 这样说 他既来了 就要叫 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 至己 责备至己 那这里提到 圣灵的工作 很明显的 的工作 为世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 那么在后面的 13节跟14节 我们就跟大家来读到 这两节经文 这两节经文本身 就告诉我们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所听见的 多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你们 这边特别提到 圣灵本身要引导我们 进入真理 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所以在教会的教导当中里面 或者教会的讲道里面 必须要有个认知 其实我们要了解圣经 我们明白 认识神的旨意 我们看到说 其实应该有真理的圣灵 来帮助我们 因为他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的这个真理 这约翰福音这边的 第16章 这边所特别提出的部分 第16章 这边的13节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这边的第14节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那这里就提到 圣灵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 被描绘成为是有位格的那位圣灵 同样的在另外一处经文当中里面 就是使徒行传的13章的第二节 那边就说 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经文本身 对圣灵的表达 这里提到说 圣灵本身会说话 圣灵会说话 看到说 会说的这个特质本身 就是有位格的这个部分 他会说 要为我分派 这个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功 那这里 经文本身就在告诉我们 这位圣灵是有位格的那位圣灵 不但这样子 我们在圣灵上本身也提到 这个圣灵本身 看到说 他其实拥有所有的 有位格的 这个位格的 这个特质 圣灵符合一些位格 所拥有的特质 有位格的 看到说就有这些特质 那么圣灵如果位格的话 他同样有这些的特质 那么他 就是什么特质呢 我们知道说 圣灵本身有位格的特质 是可以从他拥有心思来看 拥有心思来看 有思想来看 那么有位格代表说 他有思想 有情感 有意志 那么这个都是有位格的人 他所拥有的这个特质 那么这里跟大家理解 就是以赛亚书11章的第二节 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 磨裂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那么其实 这个灵本身 会赐下智慧聪明 同时看到说 也包括 磨裂和能力 也包括知识和敬畏 耶和华的灵 这个圣灵本身 是有位格的 他有这个 所谓的知识 有这个理性 所以从这里看到说 他是有位格的圣灵 那么在另外一处 经文当中里面 就是约翰福音的 14章的26节 这边就说 但宝慧师就是 福音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 这里指向 圣灵是那位宝慧师 我们当然不会称 力量能量为宝慧师 当然称那个有位格的人 是可以何事 被称为是宝慧师的 同样的这里 这个宝慧师本身 这个圣灵本身 可以指教你们 这种称呼本身 这种表达方式本身 就看到说圣灵是 有位格的圣灵 他有这种所谓的 理性知识的这个特质 那么在罗马书的 第八章的27节 也告诉我们说 监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来祈求 圣灵本身 可以替圣徒来祈求 替圣徒来祈求的话 当然圣灵本身 是有理性的能力 有知识的这个部分 他才可以为圣徒来祈求 在哥林多前书的 第二章的十节 到第十一节又说 只有神借着圣灵 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 颤透万事 就是神 深奥的事 也颤透了 除了人在他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 神的事 这里提到圣灵 颤透万事 这里即使看到说 圣灵是有思想的 有理性的 有知识的 再次肯定 他是那位有位格的 那位圣灵 不但圣灵本身 有知识 有理性 同时他有情感 他有感觉 感觉 那么关于这些的教导 本身 在圣经上 本身有好几处经文 像罗马书的第八章 这边的第26节 就说 况且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该怎样祷告 只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这里看到 其实 那么圣灵本身 那么 可以了解到 我们的软弱 所以圣灵 是不是有感觉 所以 这里 有这个情感的 这个部分 他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软弱 那么在 同样的 罗马书的15章的 30节又说 弟兄们 我借着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 以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 在这边提到 借着圣灵的爱 这里就看到说 圣灵的爱 在表示圣灵 是有情感的 那位圣灵 也记得 跟大家来理解 以夫所书的第4章 这边的第30节 这里说 不要教神的 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 祂印记 等候得俗的日子 圣灵会担忧 这里看到说 也是一种担忧 也是一个情感 一种情绪 那圣灵本身 有这种情感 那么其实 出现出 祂是有位格的 那位圣灵 那在这里 也跟大家理解 另外一处经文 本身就是 使徒行传的 第15章的第28节 因为圣灵 和我们定义 不要 不将别的重担 放在你们身上 唯有几件事 是不可少的 这里提到 圣灵以我们定义 这都是一个 位格性的动作 有思考的这个动作 有情感的一个动作 那在雅各书的第4章的第5节又说 我们向经上 所说是图栏的吗 神所赐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是恋爱 自以忌妒吗 那提到说 这个灵本身 是有情感的 因为后面问的那个问题 是恋爱 自以忌妒吗 所以圣灵本身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本身 是有情感的那位灵 圣灵本身不但有心思 有思想 有情感 同时看到说圣灵有意志 有选择的能力 有规划的这个能力 像《使徒行传》的第16章 这边的第7节就说 到了这个梅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 批堆你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耶稣的灵却不许 阻挡他 他有意志 在哥林多前书的 12章的第11节也说 这些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即封给个人 圣灵有绝对的主权 他随即把不同的恩赐 分给个人 从这些经文里面 就看到说圣灵是有意志的 那位圣灵 圣灵本身不但有 有这个知识 有情感 有意志 同时我看到说 在新约里面 特别提到圣灵的时候 看到说圣灵本身 是有一些所谓的 个人 位格性的这种的 这个所谓的特质 有位格性的这个特质 那这个特质本身 可以从好几个方面 来跟大家来理解 圣灵会说话 圣灵会说 当然这些经文本身 非常的丰富 圣灵不但会说 同时会做见证 同时也看到说 我们会亵渎圣灵 也会欺哄圣灵 也会被圣灵 也会被试探 那么这些都是 谈到跟圣灵有关的一些 他的可以说是 位格性的这些的能力 这里优先跟大家理解 圣灵本身会说话 那就如同马可福音 这边的第十三章 这边的第十一节所说的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私律说什么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话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乃是圣灵 圣灵会说话 说话 说话的这个特质 我们看到说 其实是圣灵所拥有的 那么不但这样子 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来自于使徒行 做的第八章 二十九节 圣灵对斐利说 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对这个斐利说 圣灵本身会说话 当然还有别的经文 我们就不一意的 跟大家来走这些经文 圣灵本身不但会说 同时圣灵本身或做见证 圣灵也是一个很个人的功能 个人的一个特质 那么个人性的特质 这种有位格性的特质 那么提到说 圣灵本身不但会说话 同时会做见证 如同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二十六节 他所教导的 但我要从父那里 财宝会师来 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的就为我做见证 他为天父上帝做见证 做见证也是一个有位格性的一个动作 不但会做见证 同时在这边跟大家提到 圣灵本身也会被亵渎 也会被亵渎 像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三十一节 我们在这里理解圣灵的位格 这里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 都可得圣灵 唯独亵渎圣灵 总不得圣灵 有可能会亵渎圣灵 那么这里是来自于 马太福音的十二章的三十一节 圣灵本身不但会说 会做见证 会被亵渎 同时圣灵本身也会被欺哄 如同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第三节 那边所教导的 这边特别提到说 彼得说 亚纳利亚为什么 撒旦充满了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驾营 失智留下几分呢 会欺哄圣灵 那都在跟大家继续提下去 就是另外一处的 经文的教导 来自于使徒行传的第五章 这边的第九节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 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就要把你这个抬出去 这里特别提到说 试探主的灵呢 那么看到说 会我们会 这个圣灵本身会被试探 OK 那么这里就提到 这个都是很个人化的 这种表达方式 各位格的表达方式 再看这里提到说 也会被 不知道会被试探 同时圣灵会被亵渡 亵渡 那么刚才提到 圣灵被亵渡 这里看到说 圣灵也会被泄满 泄满 如同希伯来书 这边所教导的 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这边的第二十九节 这边说 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 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 已到门口 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提到试探主的灵 所以这都是比较提到 圣灵是有位格性的 所以因此看到说 那些试探主的灵 那么在这边 跟大家继续的理解下 圣灵本身也看到说 不但会被试探 会看到说 被泄满 被泄满的话 就是在希伯来书的 第十章的二十九节 所提到的 那么这个经文就说 何况能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斯恩的圣灵 你们想他要受的刑划 该怎样加重呢 圣灵本身是可以被泄满 不但被亵渎 同时可以泄满 所以再次提到 这都是指向 圣灵是有位格的那位圣灵 因此我们在这边 一系列的跟大家提到 圣灵本身 他的位格 同时他不但有思想 有情感 有意志 同时他的一些的工作 我们看到说一些的特质 就凸显出他是有位格的 那位圣灵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 就先说到这里 下一次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继续的跟大家理解 圣灵的位格 然后再谈圣灵的工作 大家平安